那待會也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假設希望用AI幫你產生那個程式 比如說那個判斷成績的部分 你有一點懶得自己寫的話 因為我剛剛是改啦 如果你懶得重新寫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用CHAR GPT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 像Gamina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可以用Copilot也可以啦 我覺得蠻多的 那我們假設用GPT的話 那當然CHAR GPT這個地方 那我直接用那個Google登錄 它現在好像越來越方便了 它其實登錄都不用了 直接就是 因為可能我之前已經用我的Google帳號登了 它上面就是說 目前它的版本是用GPT3.5 那如果你假設用GPT4的話是要付費的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想付錢的話就用3.5 不過3.5我是覺得目前 基本使用都還蠻OK的 那如果你說想要用4 又不想花錢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微軟的 那個Copilot Copilot 當然你可能要用那個Edge的規規器 那個Windows 11內建就已經有 它其實內建就用GPT4了 OK 所以我覺得微軟真的蠻厲害的 蠻聰明的 因為它等於是把什麼 OpenAI這個技術直接拿來用 而且它直接又用得比你更新 然後又免費給你用 我覺得那這樣它怎麼 Copilot Copilot的那個 Microsoft的 那它未來這個 Excel裡面也有叫Office的Copilot 所以它未來其實就是把這個Copilot 直接就遷入到那個Excel 新的版本裡面 所以未來以後比如說你有哪些公式 你不會寫對不對 那你就直接問AI 它只能幫你把公式寫完 OK 如果你VPA不會寫 直接它也可以幫你做這些事 不過目前我用了一下 但還沒有那麼厲害 理想是這樣子 那甚至新的版本 那個像Excel也直接把Python 直接遷入到Excel裡面 所以Excel以後要寫Python也OK了 但是是最新的版本 後續的版本是這樣子 OK 所以我覺得微軟還蠻厲害的 難怪它的那個 那個市值超越Apple了 有沒有 直接去全美第一名 微軟本來一家老公司 想說那個 有些話叫什麼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對不對 沒想到 微軟居然 哇 而且還超越Google 超越Apple OK 那目前 它好像跟AI有關的都已經廢衝天了 微軟第一嘛 現在Apple好像極其可憐 因為那個NVIDIA 有沒有那個 紅蓮勳的AI做AI硬體的 也快要超越它了 OK 所以好像跟AI有關的都大賺錢了 但是當然也有可能將來那種也可能會 OK 不過不知道啦 目前來看應該是還蠻OK的 好 那像剛剛這個問題 如果我假設希望呢 叫超越Bee幫我們寫的話 那底下我這邊有一個 在雲端白板第2個單元 裡面的第13頁 那我這邊有一段話 其實就是類似像 我把它敘述一下 我這邊已經打好 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口語的方式 來跟它敘述一下 那我就直接把這一段話 直接貼到這裡好了 請幫我寫一個派向程式 內容是什麼 比如說判斷100到80是A 然後70到70 剛剛就是那個敘述 然後把它送出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你直接寫完了 OK 那寫完之後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這一段程式 那當然你只要把它Copy一下 那直接怎麼樣 把它開一個新的module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AI產生的 直接拿來用的話 那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 直接貼上就可以 那當然需不需要做一些修改 看起來好像不需要 直接把它run一下 我看一下 直接它有input 請輸入成績 請輸入成績 比如說85分 85分應該是A吧 它這邊出現 不過它多了一個敘述 成績等級為A 比我們這前面多一個 然後再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是65分 65分應該是C吧 對 沒錯 OK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什麼事都沒做 但程式都寫完了 不過它寫的方式 比較特別一點 什麼地方比較特別 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它上面多了一個叫DEF的敘述 實際上 這個順便講一下 所謂的DEF 其實就是寫成一個 function 寫成一個函數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函數 有沒有發現 這個函數的名稱叫做 GET GRAND GET GRAND 在這裡 有沒有 也就是說 當我輸入成績之後 像我剛剛輸入一個成績 比如說我剛剛輸入一個 我輸入兩個成績 第一個成績我輸入85分 對 然後這個85分的時候 它就會丟到這個scope 這個變數裡面 因為轉成int 所以本來是文字的 它就變成是一個85分的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放在scope裡面 這個scope後面你會發現 底下就有一個叫GET GRAND 然後把這個85分放在這裡 那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看到這邊有一個 你看不懂的一個 這個名稱的話 那有可能它就是一個 Function的名稱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 叫GET GRAND 那所以這什麼意思 就是把85分傳到哪裡呢 傳到上面這邊來 當成一個參數 傳給這個上面的scope 那也就是說 你把這個85分傳過來之後 它就看到有沒有 這邊有個參數名稱 跟這個一樣 所以85分進到這邊做邏輯判斷 是不是第一個啊 85 大於等於80 有 有沒有小於100 有 所以RETURN A 那什麼叫RETURN A RETURN A的話 就是把A這個文字 再幫我丟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 丟回來意思是丟到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會得到什麼 得到一個GRAND 這GRAND的話就是得到一個A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你說老師為什麼它是單引號 跟各位講 Python 文字用單引號跟雙引號都可以 也就是你 反正你習慣用單引號你用單引號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用雙引號 所以我都用雙引號 但是如果你習慣用單引號 那你就用單引號 你不能一個單一個雙 那不行 一定就是要一對的 那就是把這個文字把它丟回來 所以GRAND的話 它裡面就放A的一個文字 那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PRINT之後的話 就是乘積等級為1 有沒有 那我們之前教各位 是把兩個串在一起 加號對不對 不過這裡的話好像不是串 它是一個逗點 不過PRINT本身也可以用逗點 逗點的話意思說 輸出第一個再輸出第二個 所以你會發現 它輸出的結果就是 乘積等級為冒號 然後這邊把GRAND的這個文字 放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 就長這樣 OK 這裡也不用 不一定要用加號 所以你用逗點OK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用加號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GRAND本身 它也是一個文字 那文字創文字 一定是OK的 不過它有個怪怪的地方 它這邊明明用雙引號 那這邊怎麼用單引號 這有點不同意 我是建議程式不要不同意 不然感覺是很奇怪 你怎麼下面用雙引號 上面又給你來個單引號 OK 不過啦 你說老師 要幹嘛把程式寫得那麼複雜 還要用一個功能 所以啦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邊其實你是可以不需要 把程式寫複雜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簡單 可以啊 怎麼改 第一個 不要這個東西 這個就不用了 也就是將來 Return 它會得到一個Return A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 那乾脆就直接把這個 直接丟到這個裡面就OK了 你就不用Return了 就直接把Return改成Pretter就好了 有沒有 那也不用這個敘述了 所以要我改的話 我乾脆就是把這個 這個Delete掉 然後把這一段有沒有 直接Ctrl C 直接就把它Ctrl V貼到這下方就可以了 OK 那上面這一段就直接把它Delete掉 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喔 因為剛剛那個Function 它是有縮排的 所以你要把它鋪排 再往前的話 就按Shift加Table Shift加Table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Tool牌 Tool牌的話 那如果你要再讓它往右 就縮排都按Table 所以這樣 原來是按Table 然後你把它按Shift加Table 那最後的話呢 這邊其實就不用 不是用Return 直接把它改成Print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剛才用取代的好了 Ctrl C Ctrl R Ctrl R的話就是那個取代 那把Return直接改成Print好了 前刮符 等一下我們再自己改 然後替換所有的Return都把它改成Print 然後這邊後刮符補一下 後刮符補一下 這樣就OK了 好了 那改完之後的話 這邊多這個空白把它拿掉 不過空白其實不影響 但是感官上會覺得不好看 好 改完了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結果 會不會是一模一樣 跟各位講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程式 不需要寫Function 你不要沒事 要把程式寫複雜了 OK 沒事 簡單的邏輯 你幹嘛把它用Function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就比較一下 我們執行看看 今天應該OK吧 如果是85分 那A嘛 對A嘛 只是說它沒有那個敘述 什麼成績等地 為什麼 等級為什麼 那沒有那個 不過沒有沒關係啦 65分 C OK 好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 我剛剛主要是補充 就是如果假如 我不想要寫這一段程式 我希望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就透過CyteB幫我 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我是放在雲端白板的第13頁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OK 把這個Ctrl-C 我剛剛是Ctrl-C 直接開去RGBT 把它貼上去 它就幫我寫出來了 OK 就這一段 那只是說 它剛剛寫的東西 就是寫成Function OK 有沒有 反而比較複雜 順便學一下 當然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不妨可以再try一下其他的 像 上禮拜我們還有另外一個AI叫什麼 叫 Ge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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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幫你不只是做程式撰寫 還可以幫你做這麼多 那一樣我把剛剛那一段 那個需求 直接貼到Gemini看看 結果會不會一樣 我看會不會 Gemini不會像剛剛那個Ctrl-Capt 還幫你用Function 我看一下 他們比較簡單 有耶 有沒有 真的耶 所以如果以初學者來看 目前來看 Gemini 的 感覺比較好 目前啦 OK 甚至你們可以試試看那個Copilot 那個Copilot應該這邊也可以啦 Microsoft你可以 找一下那個Copilot Copilot應該是 Copilot Copilot OK Copilot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這是Microsoft的Copilot 全名是Microsoft的Copilot OK 然後呢 這是Microsoft AI 那一樣的問題喔 然後開始試用 應該是 個人用 OK Copilot 這邊就有了 他還是 好像還是要Login 好像還是用Microsoft的 我是直接 如果假設你用Windows 11的話 他就直接內建在那邊 直接打開就可以 那當然他一樣會有一個Pro的版本 Pro的版本就是要付錢的 跟那個ChargeVT4的道理是一樣的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 Gemini大概這兩個大概試發現 OK 甚至呢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這一段程式貼上去 請你幫我改成VBA版本 看看 有沒有 比如說你不會寫VBA 但是你希望有一個VBA的一個 程式出現的話 有沒有辦法 一定有的 試一下